8月24日河南正阳县委宣传部官方公众号发布关于加快推进18周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通告 通告第五条称 正阳县教育系统要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小手拉大手活动 中小学生开学报名采取一加六加恩行事 每名学生入学报道时需持有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及其共同居住的亲亲属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否则不予接收或暂缓出销 8月25日河南驻马电视正阳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情况说明 应与国家规定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采取知情资源原则不一致 立刻叫停小手拉大手活动 针对此事央视网于25日发表评论称 河南正阳县一加六加恩的连作政策实实在在地打准了家长们的命门 这样的捆绑不仅违背个体意志 更侵犯了孩子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与法不容 与理不合 与情不通 部分地区为了完成相关指标和任务 陆续出现工作简单化 一刀切的苗头 各种硬手段 强措施层出不穷 建制活动场所纳入个人诚信记录 停发工资 此次正阳县更是极高一筹 央视网评论强调 此风断不可涨 知情 同意 自愿一直是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遵循的基本原则 基层加速推进疫苗接种的决心和急迫可以理解 但不应因此而剑走偏锋 越是关键 困难时期 越需要强化法治思维 严守法治底线